今天我们邀请到海内外最知名的总编辑 他是基础说明记总编辑 总编辑好 崇敬你好 是 基老师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20年来 俄罗斯遇上最大的恐怖攻击 也是911以后全世界最大恐怖攻击 您怎么观察这次的恐怖攻击 他后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ISISK他们干的吗 现在众说欢迎您的看法 基老师 对 现在俄罗斯也没有确定的说 这件事是谁干的 他还是在调查 那么现在有几种说法 你知道有几种说法吗 一个当然就是ISIS承认是他们干的 他们是第一时间就出来认这个账 对 但是俄罗斯认为这个不是他们干的 或者说还没说不是他们干的 他说他认为是乌克兰干的 因为他现在跟乌克兰交手 乌克兰是最有可能的 但是乌克兰又说是俄罗斯特种部队自己干的 对 又有这个说法 但是我看中共网络更相信这件事跟美国有关 很多大卫在评论 甚至央视的军事评论当中都分析 说这跟美国脱不了干系 他们从理论上 从逻辑上 说的是头头是道 这个推理真的是一流的 你不得不服 但是我们又看到美国这个驻莫斯科大使馆 又挂出了这个下了半旗 对这个事件死去的莫斯科人进行哀悼 但是可能很多中国网民不相信这是真的 这只是一种作秀 据说这个国际问题专家金灿勇 他出来说应该不是美国策划的 结果在网络上就被骂得狗血喷头 所以到底是谁干的 现在好像是有人承认了 但是你自己承认还不着述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是来自伊斯兰ISIS 虽然莫斯科目前还没有完全接受 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莫斯科跟伊斯兰国结缘 也是有机可查的 并不是一朝一夕 那么近年来 伊斯兰国组织 他就是把宣传目标 就对整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原因他是指俄罗斯涉嫌压迫穆斯林 他是说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一直是伊斯兰国的危险的信号 包括前苏联 他入侵了阿富汗 俄罗斯在车程的行动 包括莫斯科与西利亚和伊朗政府的密切关系 特别是俄罗斯在西利亚 以及通过瓦格纳集团雇佣军 在非洲部分地区 对伊斯兰国武藏分子 发动的军事行动 这些人都跟伊斯兰国结约 所以我看到半道电视台 报道过这样的一个观点 他是说俄罗斯参与打击伊斯兰国 及其辅助机构的全球斗争 特别是通过了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以及伊斯兰国的竞争对手 阿富汗的塔利班建立联系的这种努力 标志着俄罗斯就成为伊斯兰国 他的一个主要对手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刚才蒂老师给我们做了非常全方位的分析 显然我们这么有微信 而且这么重视信用的节目 也不能随便压哪一边 也不能随便乱猜 连金灿荣金教授都要被骂了狗血淋头 那么我就必须要向季老师再请教个问题 如果现在不管说哪一国干的 都没有人能够完全信服的话 那么最后这个世界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季老师 最后现在俄罗斯抓的那些人 就看俄罗斯最后信不信他们最后的口供 能不能把他们后面的主政者主持者抓出来 但这个里边还是很诡异 俄罗斯通缉了几个也是参与者 他抓了四个当时在场的 后来又抓了十一个又通缉了一些人 但是他们所在国的政府说 有两个他们人本身就在国内 根本没有到俄罗斯 但是这个倒并不是说他们是不是到了俄罗斯 可能他们参与策划 那就看俄罗斯最后掌握的证据是怎么样 但是后来最后如果证据不足 不了了之也就这么认定了 也有可能 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跟塔吉克了 这两个国家政府都正式的出来否认 跟他们是毫无关系的 那么您认为从观众的角度来说 或者从这个国际视听的角度来说 大家接受不是乌克兰或者不是塔吉克吧 您的看法 在国际上是肯定会接受这个这么一个 因为现在从表面证据上 你没有证据是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 在发动这件事情 对吧 这个ISIS它也是一个恐怖组织 并不是代表一个国家 那代表国家的话那就是等于像这个俄罗斯宣战了 对吧 所以这个背后的是恐怖组织 还不能说是这个国家 我想俄罗斯至今也没有这个掌握这方面的证据 但是在中国网络上肯定是不相信 对吧 不相信这个乌克兰 因为现在俄罗斯最大的敌人就是乌克兰 美国北约 对吧 这个最有这个利益 所以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最后是要拿出证据的 那猜测只是网络上吃瓜群众的一些猜测 那么在最后是要拿出证据说话的 俄罗斯也不能只凭猜测 他就是冒然的进行报复行动 他一定要掌握证据 好 感谢基老师给我们最权贵的分析 但愿我们的节目啊 可以突破吃瓜群众的吃瓜观察 而给大家最正确的分析与报道 谢谢基老师精彩点评 感谢基老师 好谢谢大家谢谢重庆老师